國民黨立委徐曉星昨天在質詢收報料說民進黨五月份開了一場黨政會議之後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春就在節目上說出疑似監控人民的言論 因此也讓他質疑這資料就是民進黨給的 不過此話一出也遭到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反向 說徐曉星這樣說是不是也代表他在監控民進黨 這個杜秉成說他已經有涉入三件不法事情 突然鞠躬說要道歉卻語帶嘲諷 基金黨到台北地檢署告發國民黨立委徐曉星設犯銀行法 不過徐曉星完全沒把他們放在眼裡 倒是緊咬著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的食言風波不放 民進黨五月二十七號的黨政主管會議上面 用口頭報告的方式拿出了一份四方電訊的報告 來做相關的交叉比對 這與王毅川他所說的道庭說明說有資料不謀而合 徐曉星質疑王毅川在出席民進黨的會議之後 立刻上節目說出疑似監控人民的發言 讓他懷疑王毅川的資料是不是就是民進黨給的 只是國民黨的徐曉星竟然能對民進黨內部會議說出細節 侃侃而談 讓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不以為難 民進黨的黨政主管會報 那徐曉星委員怎麼會知道 我們每天有很多很多的會議 但絕對不是像許委員他所說的這樣子 難道徐曉星委員在監控民進黨中央黨部嗎 民進黨自己也知道嘛 他們也心裡有數嘛 所以這是一個民進黨的狼人殺大賽正式開始 那你們自己先去清查 你們才十幾個人開會而已 那到底誰是狼 徐曉星不管自己爭議纏身繼續四處開戰場 引來民進黨強烈反擊 讓他再度成為綠營的眼中釘 藉關心張宣台被藏我黨 fotos 請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